世子島是一座島嶼嗎 大選剛剛落幕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正確答案 臺北市社子島在一九六三年的 葛勒里風災之後 被列為洪水泛濫區 一九七零年下令禁止建設 島上的發展從此停滯 如今島上三百多家印刷廠 還得面對兩岸服貿協議的衝擊 紀錄片導演楊麗舟就用鏡頭 記錄了這個首都裡被遺忘的 邊垂角落這些年的命運與哀愁 強烈颱風格勒里 於九月十號夾著狂風暴雨掠過台灣 連一項不淹水的成都路 沿平北路一帶都變成一片汪洋 至於比較低洼的大同區和雙園區 更是水深樹齒 一九七零年台北防洪計劃中 社子島被規劃為洪水氾濫區 從此實施長達四十年的禁建 這裡少有公共建設 甚至就連二十四小時的便利商店都沒有 這裡的發展彷彿停格 多年來靠著超過三百家的印刷廠 支撐著這裡的就業人口 年輕一代對於外界給予家鄉的標籤 青澀的他們不是沒有感覺 好像有聽說過 但是又不知道社子是什麼地方 然後老師 就是國中老師第一次來的時候 就坐公車想說 為什麼草越長越高 然後為什麼又開始有田了 為什麼又有樹了 才知道原來這裡 就是福安國中那裡是 算是台北市郊區的學校 你們國小社會課本有沒有出現郊區 有啊這樣 啊你們對於郊區的認知是什麼 偏僻的地方 台北 這不期待的地方就這裡啊 台北的鄉小地方 大都市 車子那麼多 我們靠海 靠海的風景 多數孩子國中畢業選念 既止學校 因為對他們來說 工作賺錢成了唯一扭轉命運的方式 只是就連進程讀書 都時常讓他們覺得格格不入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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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也大多數 都是住在這種 就是還看得到便利商店的地方 跟到家裡的感覺不一樣 就是 就是從那種大城市到郊區的那種 有一點 怎麼講的 淒涼的感覺吧 所以就乾脆用電腦跟同學聊天 好像還在大城市裡面 因為靖劍這裡意外保留了不少的古蹟 還有傳統文化 有的孩子索性留在故鄉參與鎮頭 小學二年級 下去跳 然後就是一直玩 玩到現在 我今天扮演這個角色 我就是要做到跟他很像 畫上臉 出去跳的時候要有那個氣勢 當你畫上臉的時候 就是 你在那邊騎上去揮著看你 就覺得很帥 未來的陸河去河崇 對他們來說也許還有點茫然 甚至相較於都市長大的孩子 每一步都更加艱辛 如今一場攸關台灣命運的風暴來襲 這裡將首當其衝 這次真的設置到現在的設置 有什麼差 有什麼差 現在不差啦 現在你沒帶新的也不差 現在大家 大家的工廠都捧捧去台中 大家的工廠要太多 就補帽是不是 不知道 剛才你看台灣客人說 如果要調整內容 我們都沒看到 我們不知道 還是他們在說他們的說話 在說這樣 今天 2013年 10月10日 台下的各位夥伴 我們要留給以後的人什麼 我們非常感動 今天大家都站出來了 兩岸胡茂協議簽署後 台灣印刷業者擔心 一旦入資來台 恐怕會讓台灣印刷業受到衝擊 立委和經濟部以及陸委會的官員 10號特別實地視察 設置倒了印刷業者 印刷業者向官員陳情 中國大陸印刷業規定繁鎖 台灣印刷業很難打入中國市場 台訪入資來台恐怕會擠壓台灣的印刷業 像這些中小型的印刷廠 如果說立志可以進來的話 他們的資金增加 也許可以增加他們的資金 半世紀前的一場風災 讓社子成了台北首都裡不被看見的到 半世紀後的這場風暴 他們卻像當年一樣無力改變 他們卻像當年一樣無力改變 半世紀前的一場風災 半世紀前的一場風災 中文化 到處都是白色的 中文化 十年紀元 總統全身 小羊 社會